講藝術仔可以怎樣讓我們學習作為一個人的方法 我是Kingsley 我是做媒體藝術創作的 我很多時候都會用光作為一個媒體 光作為一種隱喻 那個作品叫做《25分鐘後》 一個是說你走上的電車和下電車 大概是一個《25分鐘》的歷程 電車和電車的流動、影像的流動 都好像是一路向前一路向後 不如嘗試把它變成一個黑盒 一個鏡頭的原理 在一個城市流動的鏡頭會有什麼效果呢 當時就覺得不如可以試一下一個這樣的方案 我們很多時候工作都是在電車的車廠裡面 都會看到裡面很多人的車長 或者是修理車的同事 或者可能清潔的朋友 或者辦公室的同事 那個經驗都是很有溫度的 其實我覺得電車帶給我很大的啟發就是 那種共存、共用性 在一個城市發展這麼急速的地方 為什麼我們可以留下一些東西是可以用另一個速度的 我們是否必須城市一定要一個很快的發展速度 還是其實它也有其他方式呢 我們可以用這個溫度來 好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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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現在